经过流调发现,近期新增病例主要还是集中在机场及周边地区 而且在报告的病例当中已经发现有多起聚集性疫情 因此特别提醒广大市民自觉做到不扎堆,不聚集,不串门 根据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第6号 关于进一步严格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告要求 严格医疗机构防控,强化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和医疗机构主体责任 扎实做好,院感防控各项工作 处急诊发热门诊外,二级以上医院全面推行预约挂号 严格限制探视、陪护,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近期如果您出现了发热、干渴、乏力、嗅觉未觉减退 鼻塞、流地、咽痛、急墓炎、肌痛和腹泻等症状 要及时向社区报告 请及时前往就近发热门诊就诊 注意途中佩戴好口罩 做好健康防护 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就医时,如实向医生告知 近期旅居时 当前我们处在于病毒赛跑的关键期 请广大市民从我做起 继续做好个人防护 积极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